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作者 何玉玉 于2020年3月25日 宇宙知识传达 修行 为什么一定要修大爱心 今天这个议题 有许多家人们会觉得摸不着边际 无法找到实质的方式方法去修行 去有效地增加自己的正能量 总认为 只要行善积德 捐钱 捐物 或者修什么八万四千法门等等有行方式即可 在此告诉家人们真话 面对这次宇宙大扬升 只靠上述的那些方式方法 对一般人来讲要让自己觉醒 顺利地达标 通过扬升远远不够 因为这次宇宇宙扬升 我们必须先从内在去改变自己 让自己觉醒 成为一个正能量的人 才能吸收得到宇宙的高能量波 才能获得转化进而扬升 光靠目前我们人世间的修行方法 是不可能做得到的 因为 现今人世间的这些方式方法全都错了 我们生存在这个宇宙中 因为 每个人设定的生命剧本都不一样 当然每个人出现在这个宇宙中的时间 长短也不一样 所以存在这些客观的事实 就会让家人们有着不一样的人生历程 但是不可否认的一点 我们都还是属于非常年轻的生命 灵魂在宇宙中 还没有经历过太多的历练 虽然 我们有很多生 很多事不断地轮回转世 不断地在历练 但比起每次宇宙大扬升的间隔时间 约为二至三亿年 这些历练的时间根本就为不足道 所以 还不具备很大的能力 来直接为宇宙做出很大的贡献 所以上天老祖宗们 才会传达宇宙知识与真相 希望 让子孙后代们能够快速觉醒 并且快速增加正能量方式方法的天机 公开给所有维次空间的生命学习 让子孙后代们有一次很好的自救机会 当然 凡是一切都需靠自己去确实的旅行 光知道而不去做是完全无效的 而我只是一个宇宙知识传递者 一个引路人 你的一个助缘而已 我所能帮助到你们的就是传达正确的修行知识 这只占让大家成功的2%而已 其余的98%必须靠你们自己去实践 这部分 是任何人都帮不了你的 必须要靠自己 其实 我们不管在哪个维次空间中 生活都是在修行 都是在历练自己 让自己的灵性或神性得到很大的提升 我们每一个人所处的生活环境 都是自己的锻炼场所 我们所遇到的每一个人 都是我们的一面镜子 我们必须靠他们的影射来反观自己 来修正自己 所以这就是我们一般所称的对境 所谓生活及修行 修行及生活 不管是关系的亲疏 好坏 只要是跟我们有缘分的人 恶缘也好 善缘也罢 他们都可以来成就我们 因为他们都是我们修行上的对境 都是来成就我们的最大恩人 我们来到这三维物质的人世间修行 既然知道了 这些真相与实相 就必须拿出自己的最大包容心 去包容他人 包容所有万事万物 因为是他们在成就我们 给到我们提升的机会 如果今天把这一切实相 都告诉家人们了 还看不清 整个世界的真相 还一味的自私自利 为自己的这个肉身载体 在伤脑筋服务这个肉身载体 其实方法方向错了 不管再怎么修也没用 因为就算修了 也是白修的 修一辈子也都不可能会有成就的 浪费时间 浪费生命而已 抱歉 我必须讲真话 所以家人们一定要谨记 不修持大爱心 不修持正能量 没有一颗包容他人的心 没有放下自己那颗执着心 修行 要想觉醒 开悟 那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任务 只要通过努力学习宇宙知识 确实做到渐渐的在改变自己 让自己真正成为上善之人 不断的包容他人 具有一颗悲悯天下众生之心 无欲无求 无私望我 修持大爱心 去帮助更多的人觉醒 只有这样正能量才会不断的快速递增 也只有这样这些正能量才能够有效的帮助到我们 让我们顺利通过这次宇宙大扬升 大家都是聪明人 看到这些窍门也应该都能领悟到 相信都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了 为什么一定要修大爱心呢 如果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 都不明白自己的责任与义务是什么 那这个生命活着就会失去方向 人类作为高智慧的物种生命 如果没有责任与义务也不会出现在这个宇宙中 因为创造者在创造我们人类这个物种生命的时候 就已经这样给了定位 也就我们作为人类具有两项责任与义务 一就是引领人类空间的万物不断的向上发展 二就是作为高智慧的物种生命 我们需散发正向讯息 正能量提供给宇宙中的更高阶层 因为我们所散发出来的正向讯息 能为创造者提供创造更高级别的高智慧物种素材 帮助宇宙更快速的发展 所以 家人们一定要知道自己散发正能量 对着这个宇宙的向上发展 具有多么重大的意义 而散发正能量就必须修大爱心 如果不明白这些真相 我们就会对于自己的这个生命 不以为然 觉得生命就只是一个生命 只属于我们自己而已 尤其是生活在低矮的三维物质世界的家人们 大多数就是这样认为 所以低维世界很难发展的原因就在此 因此 天上的老祖宗们 传达宇宙知识与真相 就是希望子孙后代们 都能学习这些基础知识来提升自己 从认知自身 为什么生存于宇宙中开始 到了解宇宙中的一些基础知识 进而能培养自己的人生观 价值观与宇宙观 只有能够站在这样的高度 具有这样的意识 才算是真正作为一个人 一个高智慧生命的开始 谢谢阅读 感恩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